然后接下来是觉醒 觉醒版本的宣传片 它也是跟东南亚一样用的那个模板 国福应该是最晚一个福做宣传的了 台福前段时间台北已经发布他们的那个视频了 新的无人技能 来看一下他们的翻译还show case 这个英雄英雄剑影分身 剑影分身 升旗是威力神锤 然后黑旗是黑暗灵气 跟幻灵的那个技能是一个名字 然后火独火独是posen chain 他的名字很短 然后兵雷兵雷是丘比特闪电 他应该是朱匹特应该是木星 然后神明惩戒 变什么 Divine Punishment 神热手 然后剑神 剑神是无尽神奴 古迹猎人一物释放 它是有三个模式 然后海盗系列飞杂系列飞食 它应该是翻译有点问题 应该叫slow 它把slow变成slow 变成慢性爆炸 狭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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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引 暗影双叉 haunted edge 冲锋队长是那个 是海龙的技能 然后death trigger 应该叫死亡 死亡扳机 然后火炮手 他应该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个手冲 之类 他名字也翻 本身职业名也翻错了 然后米哈尔米哈尔是激烈光辉 in light or encourage 然后是魂起士 回光展回光返照 然后是严肃师 他那个不叫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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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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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以翻错 幻影能命选一线 你出来就让我命选一线 影乐破灭联动 我觉得主动劲还是挺好的用 对影乐来讲 夜光法师应该叫Liberation Orb 解放之仇 抱破手 残影抱破 他把残影幻 翻成幻影响原本VMT幻影斗石是Official Lightning 然后是狂野流化 他流化是Walkon的意思 他不知道为什么把Walkon翻一张流化 然后光子射线尖兵的 圣地运输器 不知道他要往圣地运什么 然后魔 恶魔猎手 恶魔者 这技能还不错了 他那个dps还不错 亡灵重生他这个技能是你可以无敌的 但是你这个buff过了之后你会受到伤害 然后是诺巴的诺巴的狂龙战士 他跟他跟预见骑士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 一个机制 然后卡德纳应该叫磨练影师 叫终极终构武器 他不叫终构武器 应该叫武器多样化 然后这个联合能量应该叫叫什么 那个三位一体融合 然后亿人族的阿带尔也叫预见骑士 他叫stone 飓风剑 我在翻译也没问题 但飓风原本叫hurricane 然后伊利温水晶门crystal gate 然后隐魂艺人他的名字叫无尽猛兽 但是他里面的说明是说他们是禽兽 然后是异界的 包括阿尼玛尔神之子是自主武器 它是一个被动技能 然后kinesis 超能力者重力法则 火影 火影叫仙计天地人 他把那个人少翻译了一个字 然后是阴阳师加林志玲 这次没有龙的传人 剑斗应该叫剑好 剑好 然后是阴阳师 他们用的是内册的那个show case 神代应该叫阴阳师 然后是林志玲 他这个名字最长的一个技能 冒险到世界的顶级表演来了 冒险到世界的顶级表演来了 但是台服的名字就是好去上场 然后是斗然 超级斗然 这一次应该不出一外 会有两次斗然活动 然后是圣瑞尼亚的骑士第六章 前读书馆第六章 圣瑞尼亚的骑士 坐起来应该有80分钟时间 而且我知道国服是有中文配音的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是塞拉斯 塞拉斯240级 也要完成埃斯佩拉的任务之后 才能够去做 然后他的名字是塞拉斯 星云之地 在测试服他说他叫星星坠落之地 他这个名字稍微不太一样 然后后面是联盟竞技场 它是你六选五 然后通过前级赛嘛 然后决出5G三胜的一个 全世界的PVP一个活动 其实很简单的 还有这个PVP活动 然后全世界都可以参与 的5G三胜 然后你只要你弄几近钱 40%的话就有机会拿到一个 那个台风成长密钥 也可以混一个 就混一下 谁能行程密退账 然后这是他觉醒的这个版本了 然后后面就是五神 二月份不出意外 台服跟国服会有五神 我不知道是新职业还是新副本 还是什么角色 那么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宣传片